前港者邵佩詩和王卓琦 這日出席明珠台活動 兩人說她平時都有追開美劇的習慣 還不知多麼留意演員的表現 為甚麼呢?因為她們接下來都會接拍新劇 邵佩詩即將會接拍《愛回家之八時》入席 其實現在計算我如何出場 就會特別一點,不透露字 我應該在這星期開始進去 最近我也有看廠 因為一家人都要培養感情 要有一個默契在這裏 所以我都會和翔仔聊天 和翔仔聊天,這樣培養感情 我接下來會和重重姐姐拍新劇 因為她很久沒有來TVB拍劇 我很開心她是近期的第一次,我有份參與 哪一套? 還在改名字 之前叫做司拉大分身,現在叫全職末女 全職末女? 最近一個名字,全職末女 但都是暫名的 你拍不拍你的演技被批評? 之前很多演技有試過 然後蔡師傅也試過 我最喜歡看高登 其實我最喜歡看人讚我 是批評我,我都喜歡的 我有些變態 因為我都是一個私打 我覺得連少無知的事情 其實我都曾經… 即是我會comment 現在不會了 現在入了行我就知道 很辛苦的演員 但我會很珍惜這些留言 其實每一條我都要聽 我都要去改進 其實他們是最真實的 其實網民 他們不用負責 但同時都因為這樣很真 我們聽完 我們下午才會做得更加好 所以不怕的